王曉飛和狗仔的對決絕對是最近最熱的話題了 超強狗仔葛思琦不然被嗆是子虛烏有 31日拿出證據開直播 死了王曉飛的所有謊言 不如拿出照片證實他有小三小四小五 網上瘋傳的這件事情居然也是真的 張穎的豪車是用一條小生命款來的 張穎為王曉飛墮胎 這件事情我有說過 墮胎的醫院叫做何禄家醫院就在北京 王曉飛為了要把這個東西壓下來 那女方開口了 又要房又要車 不只如此一日一早微博上也流傳著一系列 王曉飛和張穎穎關於墮胎疑事的對話記錄 裡面可以看到王曉飛並不想讓張穎穎墮胎 表示好好商量 老婆一定會好好疼愛你 不過女方態度堅決提出 如果你堅持要孩子的話 想沒想過懷孕期間我要自己在家很長時間 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 我不會安心最後更落話 沒有任何明確的回覆 我會去醫院打掉她 街途除了更加證實張穎穎為了汪打胎疑事 對話中的稱呼更是讓人傻眼 王曉飛不只以老公制稱更親密叫張穎穎寶貝 好多人都說噁心 王曉飛到底是多少人的老公 真的佩服大S能認 有人懷疑是張穎穎把對話記錄 傳給狗仔的 的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